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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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跟马东老师那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最喜欢的选手就是高明 真的吗 你本人比电视上看的还好男人 好像还是好看好听一点 因为我也不借钱给别人 而且我觉得别人如果喜欢我是因为我有钱的话 我很开心那证明我有钱 你脚底下有阴影 只是因为你在面对着太阳 你在看着太阳 所以你就不要管你身后的那些影子 所以你应该感谢每一个想骂你的人 他都是你草船借来的剑 你就等东风一吹的时候再说吧 他有点改变我对作为明星的一种刻板印象 我发现他非常犀利 刘青老师是个思想家 当代的哲学家 他有一个外号叫教授中的教授 经济学它解释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好像用经济学一解释大家都觉得讲明白了 但实际上好多问题 你穷追下去他是没有讲明白的 所以经济学不是学术的皇冠 他是学科之一 哲学就是一个一门语言的艺术 我就很纳闷 你怎么认为一个一贫如洗 然后自己一无所成又自信甚高的人 在当代社会还有吸引力 你哪来的这种幻觉啊 你说的对 我确实对这种人有长期的激愤和妒忌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更容易找到对象 虽然他们不容易保持对象 懂了 学哲学的没有这个忧虑 他可以一事无成 太喜欢了 我就太喜欢风流 我太喜欢风流CP了 磕他 磕 可能你要听一点实话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你本能跟照片呢 就是还是有差 没关系 我的受众群也不是你们 我也没有再喜欢你 我也没有再喜欢你 我是有感悟的 我是有褒贬的 我是在洞察着人性的弱点 努力 程序 感恩 为了梦想 不断奋斗 元气满满 永不放弃 你爱了姐妹们 奇葩说的现场 我总觉得有人在嗑瓜子 一边嗑一边听你讲 然后说你讲的啥 你们都有高品味 可是那有什么所谓 不听音乐也可以早睡 不看几本书可以买醉 开心万岁 在奇葩说人老得太快了 才一年就是老奇葩了 我们期待你比上一节还要好很多 我想问人 为什么那么多要期待的事情呢 来 下一位选手 我要代表Daddy Mike来告诉大家 男人至死是少年 英年早逝的那个意思 偶像其实本质意义上 他就不是个人 他就是个商品 连一个人都做不到 会觉得委屈吗 永远让有人告诉你 要向上攀登 但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一定要向上攀登 我就是这样 我拒绝普通 你可以说我好 可以说我坏 可以说我怪异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普通 我当一刻把手举起来 就是对你的宣誓 你当现场没有吗 你当人不敢吗 我觉得哲学本身 就是一直在推导之前的观点 不相信权威 我不能再告诉他们 你看这个火把 这个是我见过的 这辈子见过的最善良的国 因为我见过太阳 我现在说的这件事情 就不再仅仅是为遍体立论 而是比较接近古人说的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我觉得这是我来奇葩说 一直在等的东西 谢谢